叶浅文的名字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但是可不要小瞧他 这可是一位在乐团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歌手 而他的师娘则是他人生路上的大贵人 是师娘给予了扶持和长久的帮助 才成就了今天的叶浅文 可以这么说 没有师娘就没有叶浅文的今天 但本该情深意重的叶浅文 却背着师母做出这件事来 叶浅文的事业 是自己的师母默默帮助才成功的 但他却不顾恩情与伦理 选择破坏自己的恩师的家庭 在恩情与爱情面前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爱情 为何两者未产生冲突 那时因为他爱情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老师丈夫 名叫林子祥 面对更为清纯貌美的叶浅文 林子祥自然是抵不住诱惑 和自己的妻子联络以后 叶浅文和老师一起步入婚宴的殿堂 婚后的两人并没有选择要孩子 至于原因 更多则是因为前妻 师娘与林子祥已经有一个孩子 务必担心传终结代的问题 两人只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 现在的叶浅文已经是58岁的年龄 作为一位乐堂的大哥星 也许是无法面对当年如此对待恩时 现在已经鲜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几乎一退 更多的时候 还是享受自己的生活 不确理会外界的讨论 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许多人早已忘记当年的那件事 最后就让我们祝福这对半渡夫妻 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越走越远吧 也希望这位女子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面对爱情与恩情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如何选择呢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助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